男人想在监狱自杀,他把米饭泡进了汤,然后静止的走向了这个光头,这人是监狱的黑帮老大丧彪,但接下来丧彪彻底的怒了,他拿起了筷子准备结束这个小伙的生命,男人巴不得他快点杀了自己,但看到丧彪磨磨叽叽,他一拳打了过去,没想到这拳用力过猛,丧彪直接昏了过去,监狱的人都看呆了,男人也没想到自己这拳威力这么大,很快预警把他给带走了,在路上他看到一个胸前有红彪的犯人, 这是死刑犯的标志,而这个死刑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缩影社,今天给大家带来黑话律师,一夜之间,一个无能律师变成天才诈骗犯,狼城入狱,请点个赞再继续,让更多喜欢看去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男人再次找到了寻死的方法,之后他找到了这个杀人狂,想要故意激怒他,男人疯狂, 他找到问候他的母亲,并推了他几下,杀人狂拿出了刀子,男人一看有戏,他拿起杀人狂的手,想要往自己脖子上摸,但杀人狂似乎不敢下手 杀人狂被打猛了,我这么大第一次见有这种要求,一直都是别人求他不要杀自己 但这个男人竟然求自己杀了他,杀人狂彻底的灵完了,他直接跪了下来,伤心的哭了起来,男人一看,啥情况,你不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吗 很快男人的事情,在监狱里传得越来越深,很多人把他视为大哥,男人在打饭时,管理人都不敢得罪他,故意给他成了很多赛 生怕这个男人找自己麻烦,在吃饭时,旁边的人说昨晚有人越狱,监狱长当场下令把他给击毙 男人再次找到了寻死的方法,等到晚上他逃了出去,监狱长从监控看到有越狱,就下令把他给击毙,男人逃到了院子 他疯狂的挥舞手中的木棍,想要狱警开枪打他,此时他已经被包围了,狱警把枪瞄准了他 就在要开枪的时候,监狱长从监控看到了男人,他赶紧下令不要开枪 就这样,男人再次寻死失败,他被抓回了监狱里 这个男人叫昌浩,半个月前,他还是一个三流律师,由于接不到案子,他穷的借了不少高利贷 这天市长竟然找到他,让他接下一个大案,最近韩国发生一件大事 因为有三个韩国的知名人物涉嫌一起杀人案,他们三个开车出了车祸 警察,在后备箱里找到一具实体,由于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就把他们三人全都关进了监狱,市长让昌浩找到那辆车上的记录 到时候,就可以帮他成了韩国最知名的律师 昌浩想都没想就接下了这个案子,他还不知道自己彻底的进入了陷阱里 他来到监狱里,想要找那三个嫌疑人询问一下 这三人虽然在监狱里关着,但他们的待业 却犹如总统一般就连监狱长都在为他们做服务员 在这里他们除了不能出去,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昌浩告诉他们自己是负责他们案子的律师 几人看了昌浩的档案后,一顿的嘲笑他 直接把他赶了出去,昌浩临走前 在这里放了监听器,得知记录仪在一个女人哪里 他找到那个女人把记录仪给拿走 但就在他回去的路上,突然感觉一阵头昏 然后便出了车祸,等他从医院醒过来后 几个警察就找了过来,他们直接把昌浩给带走了 因为警察在昌浩的办公室里 搜出了百亿现金和几吨的黄金 最主要的是还搜出几吨的毒品 这里是韩国的九川监狱 被强制上调的昌浩马上就要断气 此时几个,财阀正在聚会 突然他们从西门中看到了警察 抓捕韩国的诈骗王大老鼠 而这个大老鼠正是马上死亡的昌浩 这个男人赶紧打电话给监狱厂 并让他停手,不要把昌浩杀了 原来这个男人叫秦寿 监狱里被关的三个财阀就是他的小带 之前市长让昌浩去调查那三人 秦寿发现后就找个理由 把昌浩抓进了九川监狱 准备让里边的人把他弄死 没想到警方在昌浩的办公室 搜出了几百亿的现金和上吨的金 还有几吨的毒品 昌浩被警方认为是韩国最神秘的诈骗王 大老鼠 因为从来没人知道大老鼠是谁 只知道他最近诈骗了韩国很多顶尖财阀的钱 总共有几兆韩元 没有人知道大老鼠把这些钱藏在哪里 原本一个小小的律师 现在也成了所有罪犯的崇拜对象 秦寿让监狱长不要杀了昌浩 此时昌浩已经被调了几分钟 他赶紧带着几个医生跑过去 而昌浩已经没有了挣扎 医生开始对他紧急施救 不过好在死的时间不长 他们把昌浩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此时昌浩的老婆小美来到监狱 想要探视他 但监狱的人说 昌浩谁都不见小美知道 昌浩是被冤枉 他和老公从恋爱到结婚 已经十几年了 昌浩穷的裤衩都烂了 很多窟窿都没舍得买新的 他怎么可能是大老鼠 此时昌浩被带进了牢房里 一个月有走过来 他给昌浩跪了下来 并说是他的忠实粉丝 而且他身上闻的还有一只老鼠 此时秦寿已经来到了监狱 他让三个财阀小弟不要杀了昌浩 但他们三人不相信昌浩是大老鼠 而且昌浩还有他们违法证据 如果他不死 那么倒霉的就是他们三个 但耐不住秦寿的威胁 他们暂时还不敢对昌浩动手 而此时在监狱里 所有人都在议论昌浩的身份 大家越传越神 但这时黑社会老大丧标 不相信昌浩是大老鼠 他带着小弟走过来 直接把他的饭给扔了 并且对他一顿的暴打 之后玉京把昌浩带到了监狱长这 监狱厂准备了很多美食 想要测试下昌浩的身份 监狱长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把他拉进了禁闭室 昌浩感觉很冤啊 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大老鼠 这天他接见了好友 想让他帮自己弄一个离婚协议 他打算和小美离婚 因为他在外面欠了很多高利贷 而且自己现在还是大老鼠的身份 如果不离婚的话 小美肯定会有很多麻烦 还会有威胁 昌浩打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经过几次自杀式的寻死 他不仅没有死成 还因此成为了监狱的一方老大 但这天在放风时 一个男子拿出了刀 向着昌浩走过来 监狱长在监控里看到后 立马按了警报系统 男子见状直接冲了过去 幸好昌浩反应及时 这一刀并没有伤到他 此时在远处的丧彪 和那三个财阀正在开好戏 很明显持刀的男人 就是他们找的 就在最危险的关头 玉行赶了过来 他们把这人给带走了 昌浩看着丧彪几人 他知道应该不是这几人 诬陷自己是大老鼠 之后监狱长把他叫了过来 他说已经救了昌浩几次 如果他真是大老鼠 希望能把那几兆含源 分给他百分之五 如果最后发现 他不是大老鼠 到时候不仅会弄死 他就连他的妻子 和老丈人也会死的 无声无息 昌浩看着监狱长 他知道 现在自己只有一个选择 既然有人诬陷他 那么他只能成为大老鼠 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他告诉监狱长 一群犯人在花粪池里 正在清理这些高汤 这个杀人狂终于受不了 旁边的人都看不了 他们是这个监狱最底层的犯人 因为他们没钱 上交给监狱厂 所以监狱厂 故意找这种脏活 让他们去做 而那些有钱贿赂监狱长的犯人 全都在监狱过着安逸的生活 甚至那些特别有钱的人 他们不仅有娱乐事 而且在监狱可以为所欲为 很快就到了 饭点 这些底层的犯人 不仅要在花粪池里吃饭 他们吃的饭 都很像池子里的高汤 昌浩终于受不了 他知道监狱长不敢动自己 因为他们怀疑自己是大老鼠 他让这些人拿上粪桶 装满了高汤 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了食堂 此时在食堂吃饭的人 看到这些底层犯人出来 大家全都冲出来看热闹 预警让昌浩回去 但昌浩直接把高汤 泼在预警身上 不疑会监狱长和那几个财阀就来了 所有人都开始讨论 这场对质到底是大老鼠营 还是监狱厂 昌浩走到监狱长那里 悄悄的告诉他 监狱长怂了 他不敢赌 万一昌浩真的是大老鼠 那么他就真的完了 他让预警给昌浩让路 所有犯人高兴坏了 这是第一次看到监狱长认怂 昌浩一群人来到食堂里 开始大失了起来 才发问监狱长怎么回事 监狱长说 现在他管不了 因为昌浩承认自己就是大老鼠 此时一个预警找到昌浩 说他的妻子来探视 等昌浩过来后 小美说他不会同意离婚 不管有多危险 就算是死他也要替昌浩证明清白 等到放风时 很多犯人找到昌浩 他们开始认昌浩为大哥 此时三个财阀找到监狱厂 他们决定给监狱厂三亿 让监狱长睁只眼闭只眼 因为这三人想剁掉昌浩 监狱长收下了钱 并说不要牵连到他就行 之后几个犯人被送进了 昌浩的牢房 其中一人就是前天 要刺杀昌浩的独眼龙 他们直接跪了下来 想要寻求原谅 并说以后会认昌浩为老大 为他上到山下火海 等到了晚上 独眼龙竟然走向昌浩 而昌浩是在假装睡着 他手里已经拿着一把刀 这家伙犹豫了一下 他走进了厕所 看来是放弃了自杀 等到第二天 丧彪带着手下准备了很多家伙 监狱长在监控里看着这一切 他安排手下让医疗队待命 此时丧彪的手下拿着家伙 已经找到了 昌浩和他的小弟 狱警为他们打开了门 然后把门锁上就离开 这群人拿出了家伙 准备要进行一场屠杀 一场大战开始 虽然没有武器 但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 这个独眼龙找到了昌浩 就在他的动手时 昌浩的小弟用车 把他给撞倒了 此时三个财阀正在打开球 他们说 今天的主角不是独眼龙 而是另外一人 画面一转 这个变态杀人狂拿出了刀 原来他们收买了这个杀人狂 让他一直卧底在昌浩身边 就在他要杀了昌浩时 一个老头扑过来 为昌浩挨了这刀 昌浩看着这一切 他彻底的怒了 突然冲出了很多预警 他们制止了这场大战 挨刀的老头 也被送进了医务室 昌浩 看着监狱厂 并说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 之后参与打斗的犯人 全都被关了禁闭 而就在当天晚上 独眼龙就在禁闭室里 死了 大家都认为是昌浩干的 而有这能力的人 只有大老鼠能做 男人仅仅一个眼神 所有犯人都退了回去 刚才监狱长让他们不要看 但没有人听他的 没想到昌浩就瞟了一眼 大家都不敢再看 此时的昌浩 在所有的犯人眼里 就是恶魔一般的人物 原来就在一天前 几个犯人想要刺杀昌浩 但就在当天晚上 刺杀昌浩的独眼龙 就被吊死在了牢房里 参与刺杀昌浩的其他人 全都吓坏 等到第二天吃饭时 参与刺杀的人 突然倒在地上 而且开始口吐白沫 紧接着第二个 凡是昨天参与刺杀 全都躺在地上 浑身抽搐 没过多久就断了计 这下镇住了所有人 他们毫不回忆 是昌浩做的 毫不回忆昌浩 就是真正的大老鼠 而此时昌浩 也不知道咋回事 他不明白 是谁杀的这些人 不明白是谁 在偷偷的帮自己 这天禽兽找到昌浩 问他到底是不是大老鼠 昌浩 肯定的告诉他 自己就是大老鼠 他现在只能 硬着头皮网上 因为一旦被人发现 他不是大老鼠 那么他不仅要死 就连他的妻子和老丈人 也会被这些人弄死 秦兽说 想要证明你是大老鼠 那么就 说出五个人的名字 那五人之前 和大老鼠交易了一批货 如果你说不出来 到时候就是你 和你家人的死期 秦兽给了他五天的时间 说完他就走了 昌浩在被押回去的路上 直接把狱警打回了过去 他拿出狱警的手机 打给了市长 是市长让他调查 那三个财法 不然他也不会被人陷害关进来 昌浩让市长找出和大老鼠 交易人的名字 不然到时候他就真死 市长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第二天 昌浩的妻子就来探视他 给了昌浩一张纸条 并说这是市长 让我交给你的 而此时 秦兽正活一个人在一起 他高兴坏了 他说设了一个陷阱 即能分辨出昌浩 是不是大老鼠 还能抓到背叛他的人 因为和大老鼠交易的内容 是他故意编出来 然后放在了检查机关里 只要昌浩到时候 说出他编的这五个名字 那么就说明 昌浩不是大老鼠 而且还能找出 调查过这五个名字的叛徒 这手牌打得太准 此时昌浩正在监狱里锻炼身体 他现在是自信满满 因为得到了那五个名字 就可以让他们相信 自己是大老鼠 很快监狱里传出一个消息 所有人都在为这个消息下堵住 有人说昌浩和三个财阀 最近要进行大决斗 大家都在下注 到底是三个财阀死 还是大老鼠昌浩死 大家想到最近昌浩的队伍 全都不明不白的死了 大部分人都相信昌浩 相信他能干掉那三个财阀 这天市长紧急来到监狱 想要单独和昌浩聊一聊 因为他知道自己中计了 他告诉昌浩的那五个名字 是禽兽设计好的陷阱 市长想要告诉昌浩 但监狱长并没有给他面子 因为监狱长是禽兽的人 此时禽兽已经在这里等着 昌浩监狱长拿了两个纸条 让他俩写出那五个名字 因为和大老鼠交易的这五个人 只有禽兽和大老鼠知道 市长也走了进来 他现在着急坏 如果昌浩写出他给的内容 昌浩不仅会死 他也将会被认为 是叛徒 三个财阀阀露出了完美的表情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他们全都在等着看昌浩怎么死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